众所周知,娱乐圈的女性们都有人设 什么清纯小白花,什么散户大女主,什么直球女汉子 几乎没有女性会给自己立绿茶人设 不过某些新京女性还是在不经意间透露了自己的绿茶行为 这里是瞎谈鱼子酱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娱乐圈里某些女性的绿茶行为吧 2020年播出的小甜剧传闻中的陈千千 让赵露丝这个名字刷屏各大社交网络平台 那会儿刚走红的赵露丝可爱娇俏,笑容甜美,甚是淘袭 但是赵露丝可不像明面上看起来那么清纯 他的攀比心理十分强 出道短短几年就把娱乐圈的同行前辈得罪了个片 而且手段极之拙劣 他先是全网通稿营销自己是赵丽颖接班人 接着在自己主演的电视剧《我喜欢你》开播后 又暗讽周冬宇电影版的《喜欢你很垃圾》 更过分的是他还多次手滑点赞其他女明星的黑帖 在肖战被全网黑的那段时间 赵露丝也不忘缠上一脚 测吸热顶流的热度 这件事情还得从一张截图说起 某天网上突然传出一张赵露丝表白肖战的截图 煞时间闹得满城风雨 本来这张截图是有人故意恶搞 赵露丝工作室澄清后安静等待舆论风波过去 就可以翻篇了 没想到赵露丝不仅没沉出气 反而火上浇油 发了一条查理查气的文案正面回击 没有伤害任何人 所以不该不开心 此文案映出各家粉丝都惊呆了 纷纷指责他落井下石不够 还要另一把清清白白人设 吃相史书够难看的 最终赵露丝的这波操作 不仅引起吃瓜群众的强烈反感 路人员败得一塌糊涂 还被鱼正内涵绿茶 不过这件事好像对赵露丝没有任何影响 他仍不肯消停 依然奋斗在炒作这条路上 和乌雷合作完心汉灿烂后 又发通搞狂吵CP红利 刘浩纯算是近年来口碑最差的魔女郎了 长了一张清纯漂亮脸蛋的他 因为阻碍装无辜 从而惹得广大网友不满 最广受吐槽的是他的那些经典语录 嗯怎么不算呢 嘿嘿这个不会播出去吧 看到他无嘴歪头笑的样子 实在是让人尬得脚趾扑定 最离谱的是 面对网上铺天盖地的吐槽声 他还一副与我无关的无辜表情 一脸疑惑 出生于1989年 曾出演过如意传小别离等作品 但是一直不闻不活 直到2018年参加了综艺节目 超新鲜运动会才被观众熟知 节目里的他运动细胞极佳 且脸蛋清新漂亮 身材完美 博得了许多观众的好感 然而在小有名气后 陈小云就开始飘了 不仅发通告碰刺国家游泳队 还频频影响自己的好身材 紧接着更让人吓头的是 他在浪姐2里的表现 直接把观众对他的好感拜完了 在节目录制途中 队长选了一首难度比较大的歌 而陈小云以自己高音步行为由 逼迫队员们同意他第一个现场 队长不同意 陈小云还和对方争执起来 后来音乐总监提出 让大家现场情唱一下 看看实力 他又摆烂不干了 当场就红着眼睛重新起来 并指责队长在众目睽睽之下 逼他出丑 这一波卖场操作 愣是把队长弄得进退两难 只能围着他又哄又道歉 可陈小云压根就不搭理人家 节目下播后 他还跑到网上暗戳戳的 第四队长已经过气了 没有热度和流量 经此一事后 陈小云的绿茶称号算是彻底坐实了 更好笑的是 之前杨幂主演的《虎珠夫人开播》时 有网友在他的社交平台底下评论说 这部剧你是唯一亮点 那谁看的好尴尬 本来网友也没点名是谁 结果陈小云大好 直接对号入座 回复密姐是我的偶像 硬是把杨幂虔了出来 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 网友说的那谁是杨幂 一直以来 居静怡给人的印象就是假 甚至在很多观众心目中 她的美是掺着水分的 那从初大开始 居静怡就影响各种各样的人设 比如说自己是天生丽质的美人 而且发量又多 身高也有各种谎报 居静怡的绿茶事迹也不少 比如一口面包搅七八十下 切个菜也是柔柔弱弱的 颤颤巍巍巍从下手 而她以前明明还在节目上表演过做菜 那时候的她可是得心应手 几年时间不到 就变成了实质不沾洋春水的厨房小白 这种前后矛盾的事情 在她身上发生过不止一次 例如她每年跨年 都会在社交平台上发告别文案 各转头又在节目里一脸单纯的说 我不知道今年是2012年还是2013年 顶着天才大提琴少女的光环 进入演艺圈的欧阳娜娜 尽管出道以来就饱受争议 被观众批判演技差 绯闻满天飞 但其资源和流量依旧源源不断 别看欧阳娜娜年纪小 她的心眼其实很多 就能收割好几个男神 并且她还能利用这些关系打入新的圈子 早在2013年参演北京爱情故事时 她就和国民弟弟刘浩然传出过绯闻 那时候两人经常被拍到私下玩耍吃饭 2015年参演电影《破风》时 彭于燕 崔石原 冻香 也都一次和她传出过暧昧不清的绯闻 2016年拍摄电视剧《世上先生》时 她则全程围着陈雪东转 后来两人在某次活动中遇到 欧阳娜娜穿着一条迷你小短裙 就直接飞奔扑到陈雪东身上挂着 弄得陈雪东一时间手足不错 一旁的女嘉宾也看得一脸尴尬 2017年拍摄电影《密果》时 欧阳娜娜又认识了陈飞宇 在合作期间两人的互动十分暧昧和亲密 参加潮流合伙人二时 她扬言自己带的衣服不够 而在郑安庆明确表示 我可以借给你之后 她却没截查 转头就穿上了范澄澄的陈衣 后来在未经过威廉同意的情况下 她又堂而皇之地进入对方的房间 公然试戴对方的饰品 衣服以及贴身睡衣睡裤 更得寸进食的是 和威廉互动时 欧阳娜娜还喊威廉爸爸 搞得威廉一脸懵圈 如此多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 也怪不得网友说 欧阳娜娜是顶级运查了 每逢提起张萌 大概观众想到的都是她整容 插足别人感情的负面消息 没整容前的张萌 是一个长相倾向乖巧的美女 可惜整容后 她脸变得僵硬又肿胀 跟着她垮掉的 还有她的事业和口碑 2015年张萌携手范士奇 在恋爱真人秀 《如广爱》中合作演情侣 这档节目是她整容后的综艺首秀 所以节目里的她 和小撕碎的范士奇 演得格外卖力 各种轻轻抱抱举高高的 大尺度互动堪比真情侣 当时张萌的秘密男友李萌 看到镜头里 腻歪了两人后 粗意大发 忽然宣示主权 她一气之下 在网上晒出了 和张萌的数张亲密合照 这一晒不要紧 网友们惊奇地发现 李萌已经结婚了 而且正牌妻子还是刘雨昕 这一下网友们坐不住了 纷纷开始声讨张萌 没想到张萌 不仅对网友们的声讨 无所畏惧 还在社交平台公然挑衅 发出一张翻白眼的照片 并配了两个字 呵呵 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 张萌被外界灌上小三 细菌绿茶的口号 可被一跌再跌 唯为无戏可拍的胡咖 到了2020年 张萌为了摆脱无戏可拍的窘镜 参加了《我就是演员》第三镜 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舞台再度翻红 但评审看到他这张整容 痕迹过于明显的脸蛋 毫不犹豫地就把他pass掉了 得知自己被淘汰出去后 张萌当场泪如雨下 表示很后悔整容 但他的感情牌 并没有获得评委和观众的认可 眼瞧着此路行不通 张萌又开始琢磨别的心思 没多久 他又和金圣恩高调官宣恋情 并于2022年11月 在三亚举行了婚礼 只感谢两人的这段感情 依然没有受到网友们的祝福 因为据知情人士爆料 金圣恩也是一个用情不专的花心大萝卜 他们二人的结合堪称是渣男和小三 绝配 袁姗姗的绿茶属性 还得从一趟综艺节目说起 在综艺《青春环游记》中 他们几个老同学相聚 张小斐去洗澡没回来 袁姗姗问一个男同学 张小斐睡觉是不是打葫芦 被问到的那个男生明显慌了 得到回答之后 袁姗姗哈哈大笑 之后张小斐出来了 袁姗姗又开始嘲笑张小斐 后来张小斐专门发文澄清 自己真的不打葫芦 袁姗姗又巴巴的跑去留言 打葫芦怎么了 找个比你葫芦声大的男朋友就好了 要说娱乐圈的鲜肉收割机 杨幂肯定算其中一位 杨幂会聊在娱乐圈是出了名的 口中无评 我们来举例说明 拍摄亲爱的翻译关时 杨幂总会有因无意的与黄泉靠近 天气冷的时候 还会把手伸进黄泉的口袋里取暖 露明日之子时 杨幂在台上自顾自地 玩化成雨衣服上的袋子 还玩化成雨的头发 那动作连粉丝都看不下去了 露王牌对王牌时 杨幂笑着笑着就往曾志伟的肩上靠 总的来说 娱乐圈的绿茶女性真的不少 她们表面上看似青春小白兔 实际上一个比一个会装 下面家门 你们知道娱乐圈 还有哪些女明星非常绿茶吗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 观众点赞我 这样子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 我们下期再见吧